再来的话就是VPA部分 所以VPA我们的需求很简单 前面有讲过,这个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只是说你要很快的把它做出来 恐怕就是要熟练 那我们第一个是希望 做什么呢? 把刚刚这个公式 直接就丢到这边 然后直接跑个回圈 丢公式 清除的话就是把里面资料清空 这个的话就是 我不是丢公式 我是丢结果 我先demo给大家看,是清楚 然后这个的话呢 按下去 其实是把什么呢? Sanpoda的公式丢过来 有没有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把结果丢过来 结果 OK,意思是说我们直接在VPA里面 就先算好,把结果丢过来 大概是这样子 那要怎么做 理论上应该各位其实回去 真的要实做 所以以前做过的只要是按钮 你千万注意,就是要花一点时间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是真的学会 以后要用的话,才有办法应用 因为最怕就是你不熟练 因为很多人就是学了之后 不熟 那不熟到你刚开始你连这要怎么做 就没个头绪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做 像这两个其实比较简单 这个可能会稍微难一点 我们先从这两个开始来讲起 那以后只要记得 如果你要做按钮的话 那你记得啊,只要按钮就对应到一个什么 对应到一个Sub 有没有 Sub这个名称 加在它后面 那其实你只要Enter就好了 因为Enter它就自动了 会帮你把EnterSub给加出 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一 你就先切到那个Visual Best 二的话做什么呢 在这边增加什么 月考公式 OK 然后把我们要的那个公式给丢到这里面来 那我们我重新再写过